我是龙飞 这个视频和大家一起聊一聊养鱼的这些讲究 水在家居风水当中的主材 好多人喜欢养鱼 鱼不仅可以移情养性 主要还有招财化煞的作用 但是鱼缸摆放的位置特别讲究 首先说一说鱼缸不易摆放的位置 首先第一 在神像前不易摆放鱼缸 这有正神落水之相 富贵打水漂 所以呢不易放在神像前 第二不易于炉灶对冲 因为在家庭风水当中啊 厨房为家庭的第一财库 五行当中呢 灶属火鱼缸属水 水火相冲容易破财 而且还容易造成家中的不和 第三呢鱼缸不易过高 不要高过人头 这有水淹之事 也是破财之相 那么鱼缸应该放在什么位置合适呢 首先第一 放在你家里的财位 财位怎么找 从你进门的方向 看到了45度角那个鸡角 它就是你家里的财位 鱼缸适合放在这里 还可以放在哪里 第二个位置 是你家的青龙位 叫青龙得水 有利于招财 青龙位怎么找呢 坐在你家的靠山 来找左青龙右白虎 左方位就是青龙位 这方位适合放鱼缸 还有第三个位置呢 就是你家客厅的东南角 这个方位呢 它属于你家财运 放鱼缸 有利于招财 尽保 财源供供 还有什么问题 可以留言 我给你回答 谢谢大家